有久了我們來關心 這之前是做過台南官議長的 台南市議館 郭建博 在2004年 瀟漾利用這部 偷偷這個專門客的刷照 在台南 郭婚姻 十號是破關三年 尤其途行隔壁 郭建博 也設置議館的組織 所以現在 台南市議會的心態 強行會出現改變 下明後的台南市議會 正在進行第一指定議會 不過我們 無動文政感動的名中 吊致臨的無動議會 郭建博 自10號就都沒出席 因為他實行的 七度 三個月 10號他到台南國婚姻 李心臨場 結果七度最成立 陪著三年 優其途行定員 他何部主公 郭建博 現在心情很敗 經過昨天法官的判決 與事實完全不符 我相信他本人 絕對不能接受 其實我們提到吳總召 這個案件 昨天下午知道的時候 我們都是覺得很錯愕 當然有影響 過去吳總召 他不管是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我們這個黨團 都在中立做協調 當然 未來這個角色 應該就沒有這個人的角色 今天我相信是 吳建博 在這兩千空四年 做台南國婚姻定位時 石鹹利用政府 以設計為標 拿到第六合選 局的專門會 所准港頂 被鹹峰查到 並且多當年起訴 本來他心是打不罪 吳建博在台南國婚姻 合併後 拿到36個的 武統治議員 做成聯名 將對議會最大黨 在之前 國安維劉港頂配合 跟議員 順利到武統治聯名 跟市政府對抗 現在讓人來去跟議會 形態也會中心碎白 當然 吳總召 在我們議會 他有一定的影響能力 不過我想每位議員 在這個角色定位上 他們才是會持續的 這樣的努力 在破行定員後 五件母議的議員身份 就已經送信 在南七議會說 他這規定是不會進行補算 以後 武統聯名 沒有人搶頭 他們很擔心 他的力量會減到 就民進黨團 可能會賺這個機會 社會體力 完全支持的協議 記者綜合佈渡